大家好,欢迎收看曹哥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部由真实事件改编的 有关于失踪女孩的故事 片名《监禁风暴》 单亲妈妈小红在丈夫去世后 独自带着年幼的女儿和痴呆的老父亲生活 生活压力的逼迫下 小红不得已去做了夜店女郎 这天在夜店老板马哥的安排下 小红与自己的第一个客户石头见面 石头斯文帅气的外表让小红心生好感 两人一路上聊得很是开心 但是令小红没想到的是 到了石头家 两人准备步入正题的时候 石头却向小红提出了很多变态的要求 让小红突然想起同行翠花失踪前 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小红心里很是害怕 在上洗手间的时候 偷偷把自己的状况打电话告诉了马哥 但是提前就察觉到小红异常的石头 突然闯进来打晕了小红 并且把小红关到了一个秘密地下室里 第二天小红醒来 被石头欺负一顿后 关进了笼子里 其实在这个地下室里 还有多名年轻女子被囚禁着 当然还有几天前失踪的小红的同行姐妹翠花 小红趁石头不在的时候 找到翠花询问情况 但是翠花神情惶恐 什么都不愿意说 被关进地下室的这几天里 石头依次对小红进行囚禁 禁食 恐吓 殴打 最后还拿出小红家人的姓名 威胁小红 直至她乖乖听话 很快石头就开始安排小红接客 为了防止小红抱紧逃跑 石头还在小红身上安装了小型窃听器 而且小红每次赚到的钱 都必须全部上交给石头 就这样 小红等人成了石头非法情色交易的工具 日子一天天过去 小红慢慢适应了这种生活 但是她却从没有放弃过逃生的念想 但又碍于对自己父亲和女儿性命的担忧 并不敢进去妄动 于是她便表面上和其他两名女子欢声笑语 来减少石头对自己的提防 心底里则暗暗计划着怎么才能逃出去 这天石头安排小红接待了油腻大叔老张 老张因为想起了某些伤心事 和小红诉说起来 小红感觉老张是一个善良的人 便写纸条向老张求救 但老张却误以为这是小红骗他钱的苦情戏 根本不买账 还和小红大声嚷嚷起来 而这一切都通过小红身上的窃听器 传到楼下石头的耳朵里 石头慌忙冲上来 把老张一顿暴打后 把小红带走了 后来的一天 老张在一次按摩师和按摩女提起小红的事情 而老张的旁边躺的正是小红的老板马哥 得知此消息的马哥立马带着几个兄弟 按着石头架的地址找去 但是戏剧化的一幕发生了 走到小巷的时候 马哥他们向路人问路 而这个路人刚好是买完东西回家的石头 石头给马哥他们指了一条比较远的道 而他自己则赶紧抄近路回去 并且提前准备好了斧头 等马哥他们来送死 马哥等人并不认识石头 所以继续开车往石头家赶去 当马哥等人赶到石头家时 石头关掉灯 在黑暗中杀掉了马哥等人 之后石头又送小红去另一家酒店 接待另一位客人 这次小红走到酒店走廊的时候 扒掉了身上的窃听器 迅速从另一个出口逃跑 躲到了一个商店里 并且借了商店女老板的手机报了警 报完警后的小红赶紧跑回家 想要带家人离开 但是当小红回到家打开灯 看到眼前的一幕时 却又让他彻底绝望了 父亲已经被杀害 石头就在一边等着他 之后石头把小红带回地下室 装进麻袋准备处死的时候 警察赶来抓走了石头 救下了这些被他囚禁的女子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但是影片带给人的沉痛与深思 却并没有就此结束 电影所展现给我们的 很可能只是这个大社会中的冰山一角 现实生活中 也不乏有一些遭受同样 或者相似迫害的女孩们 她们的一生 又该会是怎样的暗无天日 看完这部电影 曹哥提醒大家 害人之心不可有 但防人之心不可无 小伙伴出门在外 一定要提高防范意识 保护好自己 曹哥说电影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转发和分享 感谢观看